那個問卷調查這一題 問卷調查第一個就把範例檔打開 第二的話做什麼 其實就是要把資料正規化 正規化 正規化裡面當然就是 把原來的編號 變成不是編號要變名稱 而且將來要為給 樞紐分析表他能夠 幫你把它產生你要的東西 這裡面的話會多一個東西要定義名稱 什麼叫定義名稱呢 因為可能那個範圍有沒有太多了 你每次都要選 然後再移過來 可能跨工作表移來移去有的時候很不方便 所以以後不如乾脆怎樣 你把那個範圍 先取一個名稱給他 那以後的話呢 就直接 就把那個名稱帶過來 就OK了 用名稱就好了 不然的話以後那個範圍一大堆 那一大堆你根本 光看那個公司你根本搞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 用名稱會比較清楚 最後當然啦 我這邊有補充一個用VBA 不過這個可能 也許僅供參考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 還不會 那個程式部分 所以這個我 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那他的主要目的是說 如果你用VBA 這個按個按鈕 全部就搞定了 意思是這樣 但是要能夠一鍵就搞定的話 你要付出一些代價 就是 你要能夠 把程式寫出來 寫出來之後呢 真的以後 事情就一鍵就搞定了 其實還蠻有成就感 只是說 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再來就是完成那個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並且交叉 用交叉分析器做交叉分析 大概會有這幾個步驟 那第一步就是我們要把它做成那個 我們要的 資料結果 所以 再來就是說 把編號 怎麼樣變成不是編號 變成裡面的資料 那第一步的話我們開啟之後 請各位 切到那個問卷調查 清單 問卷調查 那問卷調查問題來了 他的B欄 一直到哪一欄呢 一直到最右邊 到歐欄 全部都是編號 那他的編號呢 都有個對應關係 就是說到 清單裡面 你可以看到 性別 有個編號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最右邊 最右邊 這麼多 然後每個都有個對應關係 那怎麼辦 當然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 問卷調查 這個工作表 如果說像我們之前一樣 比如說插入一個 空白藍的話 那你會一直 很多很多藍 而且會有很多很多 太長了 所以我建議 你不要把他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也許你可以 另外獨立出一個工作表 把他分開 分兩個工作表 你不要 像有些人呢 就是 只會那個方法 然後變成說那個工作表 好長好長好長 看了都覺得頭痛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乾脆 一請你把 問卷調查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把它分兩個 一個是編號 一個就是名稱 一個編號一個名稱 那怎麼 把它變兩個 第一步 工作表 按住不要放 拖拉 拖拉的時候 請你按Ctrl鍵 這時候Ctrl鍵是複製的意思 按住不要放 放開 有沒有發現 旁邊就多一個 一模一樣的 叫問卷調查02 OK 一模一樣 第二步的話 請你把問卷調查02 這個 他的那個 除了編號 因為編號 好像 就是不用改 其他的欄位都要改 那其他欄位怎麼改 就是把它刪掉 刪除掉 那怎麼刪除掉比較快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再記一個快速鍵 因為如果你要這樣選 有時候一樣怎樣 選不到 選到亂掉 所以最快的方法 你可以優標先放在B2 選取到最右邊 再選取到最下面 那這個時候你一定要 記一個快速鍵 叫什麼 Ctrl Ships按住 再按向右 再向下 這樣就好 Ctrl Ships按住喔 向右指的是這個範圍的最右邊 跟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按Delete就好了 這樣就好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的 資料 全部刪掉 不然的話以前 你要怎麼 一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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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右邊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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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下面 啊記得啦 記得啦 記得那個快速鍵喔 有不要放B2 按Ctrl Shift 按住 站在向右 站在向下 按Delete 这样就删完了 Ctrl Shift 向右是向右选 向下是向下选 这个组合键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组合键 以后很多地方 你都会选得很辛苦 向右 向下 按Delete就好了 这个一定要熟练 因为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不会的话 我觉得你工作怎么会顺畅呢 所以 这边主要是教大家 一定要会的组合键